哈囉大家好 我是超紫白 我所有心血的影片都是黃標沒有受益的 所以如果想要支持我的話 不要說大家幫我訂閱 謝謝大家 那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主題是 女生最喜歡幾公分的陰莖 應該很多男生都會很好奇 女生到底都喜歡幾公分 那大家知道我有一個推特帳號嘛 算是一個暗黑版的超紫白 那我在裡面呢也常常會收到一些私訊 很多男生都會直接把他的陰莖照傳給我 然後就會問我說 欸超紫白你覺得這樣好看嗎 我的雞雞這樣子算大嗎 我覺得對男生來說 男生的想法就是 我傳給你了 女生就會好想要喔 看到我的雞雞 就是想跟我做壞壞的事 但其實這完全就是一個 直男的錯誤迷思 當我看到那個陰莖的照片的時候 我只會覺得很噁這樣 奉勸各位男性 大家想要認識女生的時候呢 還是不要傳一些奇怪的訊息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交友的APP 那今天呢就要來跟大家推薦一款 MIA交友APP 這一款APP呢 我自己也使用了一陣子 那MIA裡面呢 有一個功能就是 那我就用這個漂流品的功能 認識的一個女網友 大家知道就是網友見面都很緊張 那我今天把他請到現場 那我們歡迎佩佩 嗨 佩佩要不要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我是佩佩 我是高雄人 我本身的職業是 Showgirl 外拍model 我也住高雄 所以你知道嗎 APP配到就是 比較附近的人 這樣子 嗯約出來見面啊聊天也比較方便 我這一次用的是這個 漂流品的功能 他可以自己編輯裡面 漂流品的內容 然後可以錄音在裡面 我就可以跟我想要配對的人 互相聽到對方的聲音 我覺得這跟一般的可能交友軟體比較不一樣 因為左滑右滑比較不會有互動性嘛 那他這個就是可以 很驚喜 對不對海上收到一個禮物的感覺很驚喜 好那我們回到前面的主題 前面提到就是要跟大家探討一下 女生最喜歡的陰莖長度 佩佩就是 你有天好怎麼樣的長度嗎 可能是落在 12左右 不會到什麼就是大家覺得很浮誇的數字 我覺得太長 感覺不舒服吧 他們好像都以為很長就好 對對對 越長越好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每一個國家平均的長度是多長 韓國9.66公分 日本10.92 美國12.9 喔我以為美國會超長耶 那這樣到底最長是哪一個國家 平均最長的國家是 惡瓜多 惡瓜多 17.6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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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女生不會開心耶 欸我也很痛 那佩佩覺得就是台灣人 平均長度大概留在多少 感覺應該跟韓國日本差不多 那我就猜台灣應該12 13左右吧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針對台灣600名 年齡20至80歲的台灣男性 進行的陰莖長度測量 長度是11.93 跟你猜的其實是近的耶 好 11.9 好那我們就直接幫他近位12公分 其實已經很夠用了 你有看過不同的大小的嗎 有我覺得是正常的 啊也有我覺得真的是 是太small了 然後也有稍微有點太偏大了 的這一奈 對其實也是都有 所以也才能知道說 大概12公分會是最舒服 對 因為女生的陰道就是10公分 他會有一些可能抽叉的距離 所以其實男生沒有到很長的話 他也可以頂到底 就是講到這些數字 你有幫過男伴量過嗎 有 最長 最長是14公分的 14公分很長耶 我之前也有試過用尺 就是男生勃起的時候 放他量 應該有很多男生自己會量過吧 感覺應該會量 他們應該也會想好奇自己 對 是怎麼樣這樣 在量的時候要記得是在 完全勃起的狀態 然後要從根部往上量 像有一些人比較胖 他的陰莖就會被肉吃進去 所以肥胖也會影響 好那我們現在教大家 測量陰莖的方法 首先你要找一個安靜的地方 不會影響到你勃起的狀態 然後呢 讓你的陰莖呈現完全勃起 就是最硬最硬最硬的時候 然後用尺 從這個陰莖的根部 到底部 去緊貼著他測量 好的 那我們從這個香蕉的根部這樣子 這一根大概是 接近15公分 哇這個速度也很不錯 哇這感覺好痛喔 好謝謝我們的香蕉 然後再來就是很特別就是 iPhone有一個兩尺的功能 欸這有一個測距儀的功能 那我來量一下我的貓有多長 從貓的根部到他的頭部 我的貓有 42公分 大家如果沒有尺 因為不會有人隨身攜帶尺嘛 就可以使用這個測距儀的功能 點一下 14公分 很準 很準很準耶 就跟我剛剛尺一模一樣 欸手機也太方便了吧 好那我們剛才講完 長度的部分 才有 粗度的問題 我一直在強調就是 短小精幹比 長而無用還要好 你覺得 粗度跟長度 哪一個比較重要 我認真的去思考跟想像之後 感覺 長 長度耶 因為如果太短 總覺得他可能就在前面一點點而已 這個有點太短 你這個應該是有一點發育 可是我真的有遇過這樣的耶 OK好 就是很胖的男生 不知道是不是很胖的關係 反正就是很胖的男生就是 會這樣 然後我覺得他真的太短了 所以我個人比較在意長度 你有一個陰影的感覺 對對對對對 本來肥胖就是會影響到 長度的問題 因為會被肉吃進去 再加上還有那個 比較肥胖的人的 磁性基礎會比較高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要 讓身體健康 對對對 要讓自己過重 要三高 最重要的我還是覺得是 薄息功能 假如說陰到十公分好了 前三到四公分這裡 就是陰到最敏感的地方 所以他就算五公分 他其實也是可以頂到敏感的地方 但是前提也要他夠硬 那你有什麼特別偏好的粗度嗎 你覺得多粗可以接受 很像教先生 感覺好像這樣真的還不錯 喔這個就算蠻粗的了 對其實呢 更粗的陰莖是可以增加摩擦力 長粗跟硬度 我自己覺得硬度是最重要 因為你長 但不硬 軟軟的你也進不去 你粗 但不硬 也進不去 所以最最最重要 還是要常常運動 然後讓你硬度保持在 最佳的部分 其實很多人 他的陰莖算大 但是他會工作壓力啊 或什麼 就沒辦法很 健康 風險 對他可能就是 做到一半就軟掉 或者是因為真的工作壓力 你看你要做愛的時候 然後一直想到 我的業績 啊我的小孩 啊我婆媳 你問體愛了 就你在做愛的時候 突然啊想到這個問題 誰問你啊 真的是身心健康 跟體態健康 過胖也不行 壓力太大也不行 所以大家就是 讓自己的那個狀態好 還有一個就是 對方愛你的心 對 這很重要 如果真的夠愛夠愛的話 可能都能接受 對啊 他就算有什麼障礙的話也 你有點猶豫喔 哈哈 你有點猶豫 還是要有正常性 還是要有性功能 但是偶爾 偶爾狀況不佳 都是可以接受 或者是長短 對 就女生就不會那麼在意啦 真的很喜歡一個人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因為我們在這邊講嘛 沒有看到實體 我們現在直接看 那個大小 怎麼樣好了 這是我們頻道第一次 出外景 我們要去哪裡看 你讓我突然很緊張 就是去那個 男模會館 然後會有一 現在開了是嗎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們就看水果啦好不好 那我講的那個 我突然收視率很高 那我們可能要到 P開頭的網站 好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耶 李漱伯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啊好巧啊 李漱伯怎麼在那 哈哈哈 好那我們現在就到了這個 外景的部分 也是我們頻道第一次出外景 我們剛才講解了很多 就是關於陰莖 大小跟長度 那我們現在就是來現場 挑選食物來看看 也有一個調查是在講說 女生會挑選的 情趣用品的長度 大約都是落在 10到15公分的 假洋具 是最常被購買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大家最喜歡的大小 好我覺得這個應該 這個是 應該就是類似這種洋具 不會有人要買 這實在是太長了 我們前面講到那種 又細又長 就是像這樣 對 可能就是上面這裡 但是細硬度夠的話 還是可以 這個硬度就是蠻夠的 啊這個是 毛比較多的 這有點雜毛 可能稍微要處理一下 最好還是修一下 不然在吃吃的時候 會一直吃到毛 好那我們現在看完長度 來看一下粗度好了 小黃瓜我覺得應該是 蠻多人的粗度 應該都會這樣 但是 蘿蔔也太粗 這個會失裂傷 真的 其實呢 長度跟粗度還是要 適中 做一做要掛幾層 真的粉末倒汁 對而且很容易乾掉 有研究顯示呢 對夜勤來講 大家會要求要大一點 感覺條件要好一點 對 如果你出去一夜勤了 然後拖下來 然後對方超小 可能就會覺得 在家裡就好了 對 所以其實 最重要的還是要找 行頭一合的伴侶 好那我們今天外景就到這邊 很特別 就是到一個市場 等一下是不是買一點菜回去 煮晚餐 晚餐吃菜 宵夜吃 好那我們回家囉 耶 喔我們回來了 就是 今天真的看了很多不同的棒狀物 很累 覺得滿意 很開心 拍了這個特別的企畫 無論你喜歡 怎麼樣大小的雞雞 青菜蘿蔔 各有所好 我們都可以到Mia去 認識新朋友喔 Mia是一款真人加油軟體裡面的帥哥啊 或是美女啊 通通都是真人 這真的可以約出去見面的喔 然後很多 聲音好聽啊 身材好啊 很多才藝的男生女生 都可以在這裡認識喔 大家也可以來我們的家族找我喔 裡面都有很多像我這樣 能撩又能開玩笑又好玩的小姐姐 趕快來家族找我喔 連結我放在文字說明處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回去吧 我們還是先走了